由林盛斌和张秀文主持的游戏节目 《你又孤我无道》来到最后一集 就请来陈山葱 姚子玲 郑丹瑞做嘉宾 两位主持经常会在节目里面 多送几个金币让嘉宾夹公仔 山葱就看中这一点 打算多夹点奶粉钱回家 所以今天玩游戏就是要为二支 对啊 争取得点奶粉钱 对 在Bob手上吗 对 一定要找这个伯父拿多点钱 是不是有了儿子以后就是生活有规律的很多 这个当然了 因为本来他们出生的时候 我已经很规律 就是早上很早大家都知道 我一大早就跑步 现在我更早就是先看他吃这个奶奶 然后我看到OK了 我才去做运动这样了 当然了就是尤其是我下班的时候 下班的时候一定赶回家 你看他了 提起儿子的Jacko 山葱就非常激动 他透露儿子的成长速度惊人 现在经常手舞足蹈 搞到山葱要收起他的珍藏 那他多大了 已经改变了没有 八个月 八个月了 哇 已经很大改变 我跟你说两个月前跟现在 已经很大的变化 之前还是你抱大的还是乖乖的 现在他在我手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你这样抱大的不行 但要站起来这样 对 还有就是他现在已经学爬了 他爬得很快 对 你也真的要看着他 还有我本来我在电视机 前面的 前面的很多我的幻剧 还有一些照片 现在我全都是新高次来 因为他太早了 对对对 好奇了 哇 很八卦我跟你说 所以要再多一点精力才能跟他玩 李施化在二月突然秀剧传 宣布订婚的消息 不知道身为好友的子林 有没有施化婚礼安排的第一手消息呢 因为现在还没有见到他的 等之后有机会再跟他聊 不过我想这个婚宴 可能也不会那么早吧 因为毕竟还是在疫情当中 也看Selena的安排吧 或者是我们就是几个姐妹 先跟他吃顿饭 然后就庆祝一下 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要当一个花仔的角色呢 其实我想Selena也应该 如果她办婚礼的话 她应该也会叫 姓儿的两个儿子帮忙了吧 因为他们两个实在太可爱了 对 如果我自己结婚的话 我肯定是叫陈山聪的儿子 讲到这天拍摄的节目 Sammy和Abob扮演大热海贼动漫角色 他们的造型都会露腰 不过Abob就要露出她的大肚子 让子玲疯狂爆笑 我觉得她是应该是从过年到现在吃得太饱的一个陆飞 我想这个海贼王的粉丝应该是 为什么我的陆飞会变成这样 明明是瘦瘦的现在就好像大了几个毛 她可能是她爸爸 但是说起这个增肥好像也有这个计划 对啊 最近就请教了一些身边的朋友 特别是唐哥就是崔景航 对 三象铁人的理由 对 其实她是一个运动员 也是三象铁人的一个运动员 然后我有请教她说我想要增肥一点 就是增棒 然后她就有建议我说可能尝试一下喝一些脂肪的 哦 蛋白吃 对对 那看会不会可以就是透过一些就是supplement 然后让自己可以增一点棒 嗯 就一点吗 有没有 我的理想是10磅